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火眼睛睛的网友指出 感觉静东有些僵硬 似乎并不是很适应这种亲密接触 并称 明星拍戏剧情需要能接受 让综艺这样大可不必 男女受受不轻 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值得一提的是 静东和高禄两个人都已婚有家事 这样的身份下一举一动更加饱受争议 据悉 静东的妻子名叫李嘉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展向温婉大气曾获得了很多国际大奖 婚后 他不仅生了两胎儿子 李嘉更是隐退娱乐圈 一心扑在了家庭上 堪称最佳贤内助 三十八岁的高禄感情就嫌得神秘许多 早在2011年10月 高禄首次公开承认已结婚生子 2017年1月 高禄二胎婶产生子 关于其丈夫的身份 我们也只知道是全外人 放眼整个娱乐圈 因为没有掌握好与欲性交往的分寸 而饱受争议的明星不在少数 例如 朱亚文在刘浩存的声音宴上 用双手环抱她 于树心在综艺一年级上 和她搭档的男星刘润南 演戏使手的位置不是在女方腰上 而是在胸部 于恩泰也因为对女性拥抱等过度举动被吐槽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 有着中年妇女杀手的静东 无论在戏里都给人可靠踏实的影响 这次遭受与女明星的非议 你们觉得两人是少了边界感 还是网友太上纲上线了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家家娱乐 敬请关注哦